公開透明 共同治理 國學代表台立保條大聲批評民進黨所 提出的須好壞修正策案 不符合民間棋台 後代學生代表基礎 須好當事會當批民作決定 包括起學費都沒有來不及外部的感動 往前拜託學生跟老師參與決策 但修正策案版本並沒有裁立 正式落江當事的建議 全國告訴工會中聯合會批評 民進黨修法的版本 無法改革當事會 互相不特命的政行 只要提出一個標準 加環的公益當事制度 這種沒有立體的修法 讓人真不滿意 所以我們認為民進黨的修法 只修了三分之一 根本就不及格 我們非常的不滿意 面對海鮮的老蘇坦 提抗議到由部長 华文章表示李環營所提出的修正策案 教育部定要人尊重 但來打拚推動攻擊黨室的制度 公益董事的林派當中 之前也有共識 希望有更多 是有第一線的教師 來擔任這樣的一個角色 也能夠達到反映 這種基層的需求 李環營中大北尊對手 好壞修正策案 進行黨團協商 還想代表不管不納急 黨室會公開特命 頂頂頂頂頂頂頂 後有李環營臨民進黨團太修正 沒有這政黨所推動的事後改革 就是生計 記者總卡佩德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疑點中心PN公民行動 進入資料庫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九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之後呢會在公庫的網站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那今天要跟他談的這個議題 一樣跟高等教育是有關的 因為最近高等教育的問題其實非常的多 那這個非常多當然是成科已久 那我們在過去跟他談到包括像前幾個禮拜 談到有關於兼任助理的這個勞健保的問題 那今天要跟他談的是私校法的修法 那私校其實在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這個學校就是一個私人的企業啊 私人的機構啊 那這個應該有他比較大的自主性 那同時他也常常必須要自負盈虧等等 所以我們常常會覺得說私立學校是一個私人的機構的概念 或甚至是一個私人的公司 但是事實上是不是如此 他可能有非常複雜 或是更多樣的政府的協助跟參與的一個過程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到私校法修法的問題 在節目跟大家邀請到的是私校改革行動聯盟的謝一鴻 一起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一鴻你好 嗨 管老師好 因為我想要先請教一下 事實上我們知道最近立法院在做私校法的這個所謂的修正案 可以跟我們談一下這個為什麼會有這個修正案的出現呢 那我所知道歷史脈就是那私校他常會有一些弊端 比如說像旋轉們啊或者是私校董事把持著校長 或者家族化這些像最近有高一大 那比較久以前還有東海大學他們的校董跟校長的紛爭的事件 那就是因為這些那好像民進黨在在意的時候也不斷的提要私校改革 那他們現在成功的執政了 那他們現在推了這個私校改革法案 那我們民間團還是覺得還有學生團體是覺得這是有許多有爭議的部分 嗯 你剛剛提到說在很多的這個私立學校裡面其實有一些爭議喔 可不可以跟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有哪些爭議 而這些爭議分別又在哪些學校曾經出現過呢 那就像例如說最近高一大他們他們佔領董事會事件 那就是高一大同學反應就是說他們的學校長期被城市家族罷持 然後甚至還抹殺了他們的創辦人杜聰明博士建立高一大的一些歷史的事蹟 那除了高一大之外 那我們這邊還有還知道就是說像是世新啊 長期由董事會罷持著學校 那像他們今年董事會就是不斷的砍學校的補助件像什麼刪除了就是廢除了破爆啊 還有刪除了陳舌我文學獎這些東西還有一些跟教學相關的一些經費 但是卻要為了學校獲利想要調漲學生的學費 那像是淡江也碰到這樣的問題 像校董執意要透過漲學費的方式來蓋學生根本用不到的校友會館 那這些在我們私立大學我們私立學生都是感覺到 就是整個資訊不公開不透明 那董事會被私人被家族把持的一些問題 你剛剛談到說董事會被私人被家族把持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知道在台灣有很多的私立學校 其實坦白說這個私立學校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私人心學 那甚至也包括很多的私人資本是投資到這樣的一個學校裡面 例如說私信大學是陳生我是創辦人 那剛剛談到你也提到說高雄醫學大學是陳氏家族 就是陳建茂這個家族整個長期的這樣的一種把持 那這個所謂的私立大學是由私校私人去投資新學 那由這些人把持有什麼不對 有什麼不可以呢 那比如說就是像是那他校產的來源就有一些 有些爭議比如說高一大他的土地是怎麼來的 那高一大同學說那些土地雖然好像是陳家捐收的 但實際上那些土地本來是在當時的政策底下是要做工地放嶺 給農民用的 那陳氏家族為了繼續擁有這些土地 那繼續他有一些用途 所以把他假意拿出來捐助新學 那實際上他並不是這些家族就是付出的 然後那那其實那這些捐助的行為那就可能是創辦的時候 現在實際上台灣大部分的私立學校 百分之七十的以上的經費來源都是學生繳的學費 那百分之十甚至是政府補助的 那意思就是說什麼政府跟學生才是 支持學校經營的最大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而不是這些私人他們出的錢 嗯哼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其實從這個所謂的經費來源來看 也許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可能包括這些私立的學校 的確是這些創辦人開始拿錢出來辦的 那當然在這個取得這個所謂的相關校產的過程當中 可能一些政府會有一些土地的相關的減免 或是優惠的措施 事實上政府就已經有一些的這種支持 另外一部分你剛才提到 這個所謂的現在的私校的經費 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於學生繳的學費 可是即使是如此喔 那整個在法律上面整個結構 難道這個私校的董事會 不是最終的這種決定 學校政策發展或是預算編列的一個機構嗎 那如果是的話 這樣的一個全責在他們的身上又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私校改革行動聯盟有討論過 那我們發現在私校法的架構上 董事會比較像是一個監督 校務行政的一個事後監督的一個機構 然而法跟實際上他有點落差 比如說像是 像是世新 他的他的最世新跟輔大 他們都說他們的最終決策權是在董事會手上 那像是淡江 淡江我們就知道說 他決策權也不一定在校務會議或是董事會手上 而是在張家這個家族手上 雖然董事會裡面只有董事長是張家人 但是但是我們都知道他主要的學校角色 還是在私人家族的手上 那法跟實際上還是有點落差的 法上面是什麼規定的 為什麼法跟實際上面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法上面是什麼規定的 那我記得哪一條 哪一條我忘了 他就是講那個董事會有監督之責 然後還有再規定一下董事會跟校長之間的關係 那造成落差的話 我覺得這就是實際在 經營跟管理之上他們產生的一些東西啦 對那像是就是東海他們董事會跟校長之間也是 有權力鬥爭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各個學校都很複雜 各個學校狀況都不太一樣 嗯哼嗯哼 這一次因為看到很多的這個學校裡面都出現 剛剛你提到的一些問題 包括這個董事會被認為是破權超越了法律 應該要有的這種規範的界限 那或者是剛剛提到的這個所謂的預算經費的 儒劣或是編劣其實也都有一些問題的存在 那這次也提出了這個所謂的施效法的修正案 你剛剛也特別提到說民進黨在在野的時候 其實也對施效法或是對於所謂的高校改革 也看起來是充滿了很多的熱忱 那這一次民進黨提出的版本是什麼 這跟目前的學生的團體 跟所謂的高校公務會等等的團體 之間的這種所謂落差的 真點到底在什麼地方 那我先講一下 那我們學生提出來的訴求 就是有兩大原則 第一個就是學校成員均有權參與董事會 那第二個原則是教育是公共事業 不是私人財產 那實際的方面就像是勞工就是教師或是兼任助理跟學生 都有權參加董事會或者是成為監察人 那如何讓教育它不是公共事業 不是它是公共事業而不是私人財產 就比如說對於私校的那個就是私校的董事會 他要公開透明像包括董事的名單 財務報表還有他們的會議記錄 這些東西都必須要公開讓大家檢視 那再來就是對於那個就是董事會中血清陰清的比例的限制 讓他不要淪為私人的一些財產 那這些東西跟民進黨所提出來的 比如說勞工董事學生董事 這些東西還有監察人 結果民進黨全部都沒有 民進黨只提了他要公益監察人 什麼是公益監察人呢 公益監察人就是由教育部 他指派某些人去一些去學校 達到某些標準的學校來擔任公益董事公益監察人 他又給這個公益監察人能夠參與學校設立門檻 就是4000萬到8000萬之間的門檻 那這就是非常詭異的地方 那我們也有提出就是說 民進黨你怎麼可以只有公益監察 而沒有納入我們的勞工董事學生董事呢 民進黨他像中嘉賓 他在草以寫上的時候他居然回應說 這些公益董事他的身份同時也是老師也是家長 他也當過學生 那他應該就可以代表各方的意見 我們只要派一個公益監察人就可以包三包涵 然後為大家發表 代表大家的權益 就感覺這是邏輯非常的挫折 民進黨提出的公益監察人有什麼樣的資格嗎 因為我們知道在很多的私立大學裡面 其實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說在現在目前的一些私立大學裡面 其實也會有常常會有教育部的退休的官員 轉任到這個私校 然後被批評成為叫做門神 那或者是說在私校法相關裡面 只要這個學校出了一些問題的話 可能教育部可以去派人進去去監管 或者是協助輔導這些措施喔 那這個看起來跟公益監察人是有點像的 那我不知道民進黨版本裡面 所提出來的公益監察人 他有什麼樣資格條件的限制嗎 還是隨便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去參與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又變成是另外一種退休的教育部的官員 去擔任私校的董事的情形 又一樣會發生呢 那我們最早從全教總那邊得知 就是說教育部打算建立一個資料庫 把一些所謂的一些教育相關人員跟 什麼社會公正人士建立一個資料庫 好像只有177人 然後再然後把分派到各個學校 那但現在有點亂因為前天我們的行動過後 那潘文中教育部長他說他會派 他們會改成派第一線的教師來擔任公益董事 公益監察人 那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那到底他是要從資料庫還是要從第一線的現任教師來挑 我們也還不知道如何應對我們在討論 那那至於說像接管學校的部分 那原本的法條裡面就是 他是規定就是說如果學校經營有困難 他是用德教育部德派員接管 就意思說他可以派也可以不派 那那我們比較支持的像時代立安跟高教工會提的版本 就是當這個學校經營有問題的是 因應該就是一定要派人去接管 所以在公益監察人的部分 民進黨在你們抗議之後 其實原本是要有一個所謂的鋪尾一個名單 但是現在他提出的是可能是 這個有關於這種具有教師身份的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類型 但是目前是不太確定 可是這個公益監察人的這種概念 跟你們提出來的這種所謂的勞工董事 或者是像學生董事這樣的一種想法之間 有什麼樣的差異有什麼不同嗎 為什麼你們覺得 民進黨的這樣的一種做法是不可行的 那我這邊先講兩種觀點 第一種是全教總那邊 他們的有老師的觀點 他就是說那 那公益監察人或公益董事 他比較像是外部去制衡的力量 問題是這些東西這些人 他們不一定去了解那個死效狀況 更何況他教育部派過去的人 還有旋轉門的問題 那可能無法像 如果說我們是內部的勞工老師學生 我們生活在這個學校裡面 最了解這個學校的狀況 那對於學校的一些弊案 一些奇怪的地方 就比較能夠去揪去指錯去debug 那這個樣子 那這就是全教總那 那我們學生的觀點就是比較直觀 就是認為說我們就是 其實很多個學生他本來也有公益監察人 可是我們完全都不知道 這些公益監察人到底是誰 那他也沒有要跟我們聯絡 似乎也沒有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也不關心我們學生的議題 那我們要這些人來當公益監察人 他對我們學生 更是一點公益性完全都沒有 所以我們才會推說 除了有教師 勞工可以去當董事監察人之後 我們也要推學生 學校主體的大多數的學生能夠參與 董事會的決策 所以公益監察人基本上還是一個外部的概念 但是你會覺得是在這個內部最重要的 私校的董事會 假設他是一個最終的這種權力機構的話 或是整個資源分配的機構的話 他應該會有內部成員來進行擔任 這個聽起來其實是蠻不錯 而且是一個蠻好的一種發展的方向 他非常符合所謂的內部民主 或甚至是產業民主的這種精神 那民進黨面對你們所提出來的這些意見 他的反應是什麼 他們為什麼不想把這樣的一個意見 納入在裡頭呢 或者是說我相信也會有一些的疑問 就是在於說 學生基本上來講是一群流動的群體 那一個學校的治理 他可能必須要去長期的經營跟規劃 學生適合擔任 這個所謂的學校裡面的董事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大圓載報新聞 來了解一下這禮拜還發生什麼樣的 重要的社會運動的消息 各位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大圓載報新聞 帶您回顧一週的社運重點 華信航空企業工會跟公司勞資談判破局 準備要在中秋節依法休假 柔幸罷工抗議 一樣是華航集團但子公司的華信航空待遇卻差很大 不僅同工不同酬就連休假、津貼等福利 華信就是出華航一大劫 華信航空14號舉行董事會宣布更換董事長 工會原本計劃出席董事會希望能與新任的董事長協商 結果董事會更改地點 甚至連董事長的不達典禮也取消 讓工會非常的火大 諷刺新任董事長是華信史上第一個偷偷摸摸上任的董事長 華信澄清與工會會繼續協商 會在近期達成勞資共識 讓罷工事件順利落幕 本週的另一則社運新聞讓我們來關心極有法修法 極有惡法修法聯盟不滿極有法修法草案保留禁制區和強制排除 並擔心可能在7月16號立法院三讀通過 一早便前往立法院外抗議 並一度打算將寫有廢紙禁止區、廢紙強制排除 停止濫用妨害公務等三繁大旗送入立法院 但遭到十多名警力主黨 勞團表示與民進黨立委談的前提是 廢除保留禁制區和強制排除的條文 否則禁區協商 只是針對禁制區的安全距離討價還價 民進黨團已經承諾 若民團對極有法的修法內容表達強烈疑慮 那就不會通過修法 希望再持續溝通 以上就是本週的大原載報新聞 我們下週見 歡迎再次回到三人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剛剛的大原載報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了華信航空的員工 他們也計劃在中秋節的時候 不排除罷工或集體休假 來去回應在他們自己的勞動條件當中 所面臨到的問題 事實上在工庫所做的相關的報導當中 也發現其實華信航空也用了非常多的 所謂的實習生 這個實習生他們薪水恐怕都不到22k 可是他們所做的這個工作 其實跟這個正職的員工是有相當大的 這個所謂的重複 就是說他的loading是差不多的 那這也是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得到 越來越低薪 甚至越來越去朝向這種所謂的實習生 用所謂的非典雇用的方式 所造成的非常多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再次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是要跟他談到的是 施效法修法的問題 在我們節目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施效改革行動聯盟的成員 謝毅宏 毅宏你好 嗨 曉書好 我們剛剛有談到說 其實民進黨也提出來他自己的施效法的版本 其中一個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關於董事會的組成 在董事會的組成上面 民進黨覺得說他應該要去朝向 所謂的一個外部監察人的概念 可是同學們 或者是這些高教工會 全教總提出來的是希望有員工董事 民進黨怎麼去 呃員工董事 甚至是包括學生董事在裡面 民進黨是怎麼去回應 你們所提出來的這個學生董事 或者是員工董事呢 他們的看法是什麼呢 這不是一個非常符合 所謂的民主進步 一個產業民主的一個概念嗎 對那那民進黨讓我們這一次主要就是主導民進黨整個修法方向的就是 民進黨的中嘉賓委員跟無私要委員 那中嘉賓委員他就是認為說民進黨所提出的公益董事 他的身份就已經是包山包海能夠符合各方利益 所以不需要再派學生董事 然後中嘉賓委員在整個修法的過程中 他好像有一點太害怕私校太公開 太公開太透明了 反而會影響到私校的一些商業利益 就拿說為什麼不要派學生董事跟勞工董事 或者是私校的董事會的會議記錄要不要公開 中嘉賓委員的回應居然是說這些東西是商業機密 那如果我們今天比如說淡江公開這些東西 那他的什麼招生啊 他的辦法他應用辦法就會給 其他他競爭的學校知道了 那我們覺得這根本就是完全混淆 教育是一種公共事業 而不是把他視作商業視作商品來看待 雖然他是一種所謂的公共事業 可是或許對某些人來講 他還是有某種的經營管理 甚至他被認為是一種商業 所以剛剛提到的這種所謂的內部的 這種所謂的決策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甚至他可能也不是什麼樣的商業機密 不過其實也會遇到的另外一個問題 會認為是學生基本上來講是一群流動的群體 那甚至會有人覺得說學生也不是那麼的成熟 特別是大一大二或者是才剛剛要進入到社會 連這個基本的投票權恐怕都沒有 那學生憑什麼去擔任一個學校的董事呢 因為學校董事恐怕得要有比較多的這種所謂 經營管理的這樣的一個專才 或者是他必須處理非常龐大數億的預算的分配 學生為什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認為學生的因為年紀怎麼樣 他就無法參與公共事務 這是蠻混淆的說 那比如說像日本他的學生 他18歲就已經可以投票 那我們台灣的大學生讀到大二大三大四 他已經都是二十幾歲的人了 他難道沒有辦法 那他在學校他所接受到這些 就是難道沒有辦法讓他應對這些東西嗎 如果學校真的認為學生沒有辦法應對這些東西 那是不是代表說這些私校他們教育出了問題 讓學生沒有辦法 在沒有辦法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能夠應對這些社會 應該說正常人都可以處理的問題 那其實學校這樣子看青春那是學校自己的問題 他沒有把他對自己教出來學生沒自信 不敢讓學生去掌握這些東西 但是學生他還畢竟是一個流動的群體嗎 他可能待了四年或者是加上數學班六年 那當然有一些會離職年老博士班 那但是一個學校經營管理 或者所謂的學校治理 會被認為是一個比較長期需要規劃的 那學生這種流動的群體 在這樣的一個去做這種所謂整體的財務規劃 或是學校方向發展的這種規劃 這是合適的嗎 我們不是過客 我們會我們就是珍惜自己的學校 我們也珍惜未來即將來到學校 來就學的的那個學弟妹們 那我們我們其實說說學生是過客這種 這種說法那其實也未必 那甚至說學校的一些管理界 他也是流動性的來來去去的 不一定說學生就一定是流動的 而好像說那些管理階層就會待得比較久 而學生不能管 而且在整個說 那我們的大學法裡面有講到部分 學生自治跟校園民主的東西 那那其實讓學生擔任董事 擔任監察人是更能夠落實 大學自治跟學生自治跟大學民主的 部分 畢竟這個法已經進入到一個在最後的 可能是一個最後的一個過程了 那你們也其實也跟不同的 這個立法院的其他黨團的接觸 我們剛剛特別看到的是民進黨 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也是包括國民黨包括親民黨 包括時代力量 其他政黨怎麼樣回應你們的訴求 那先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私校法修正草案他目前的過程 他在6月30號已經一讀通過出審 那好像通過出審的就只有民進黨的版本 那時代力量的版本可能因為 因為好像是前連署上面的一些問題 好像沒有被正式排入議案 所以那目前他們要 他們現在正在針對那個民進黨的版本 進行超越協商 那前天7月13號的超越協商 那時代力量就是不願意就是 自由民進黨的版本妥協 那所以目前整個協商是 是被擱置的 他們可能還要再排下次協商時間 那看什麼時候會進入院會表決 那在民進黨戰多優勢多數的情況下 這個表決很可能被通過 那其他黨是什麼什麼什麼意見 那我們看到除了時代力量 他的不管是黨主席 或者是黨團總召 許永明都是表態說完全支持學生之外 那像是親民黨 親民黨我們在行動之前也有問過親民黨一屆 親民黨就完全沒有回應學生 就讓我們覺得很遺憾 因為我們還記得六月多的時候 我們各大學被教育部要掌學費的審議的時候 親民黨還跑出來說 他們要跟學生站在一起 要求教育部全面的調降學費 可是一個月之後 嚴謠在了 結果親民黨不見了 就開始不關心學生了 我們就想是不是離選舉越遠 親民黨就越來越不關心學生了 那另外是國民黨的狀況 國民黨的狀況 那國民黨其實他在執政的時候 其實也是不斷的阻撓這個施效法修法 因此他們現在黨團也不願意對這件事情做表態 那我們看到只有一些個別的委員 像是陳怡民或者是 或者是可指恩這些人 就是對部分我們學生的訴求 像是勞工董事 比較集中在勞工董事這方面 有表態說支持 但是都沒有形成一個 國民黨整個黨團的意見這個樣子 看起來整個態勢對同學 或者是對這些民間的版本是比較不利的 那你們怎麼去回應這樣的一個 相對之下是一個比較不利的這種態勢 看起來好像不利 但是然而說我們也發現 就是民進黨算是多數 但是我們發現就是他非常強勢 由中嘉賓跟吳思瑤 這兩個人在主導整個施效法修法過程 然而其實在這之前 還有像是陳其邁或者是王定宇 都曾經對這個施效法有提出不同的 甚至張廖萬間立委有提出他的版本 我們就發現其實民進黨 他其實有不同的立委 有不同的事情 只是被這些強勢的意見蓋住 那我們接下來的運動方向其實說 接下來到八月中的那個院會 其實還是一個月可以說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那我們同時就是會去遊說這些立場 民進黨比較動搖的委員 要求他們 就是說如果說他們願意進行他立場的話 我們學生會當 可以當後盾當他的民意基礎吧 那另外的話實際行動方面的話 我們會透過抗爭的行動 強力的要求民進黨正視學生的聲音 然後跟學生有所交集 而不要強行的推動那個半斤八兩的施效法 修正版本 的確剛剛有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也許在選舉前 大家事實上都對於所謂的 有選票的這樣的一群人 或者是會展現出一個所謂的 比較進步改革的這樣的一個局勢 或者是一個面貌 但是事實上在真正的執政 或是在這個政治局勢相對穩定之後 其實大家又慢慢的這種保守起來 相反的在這個過程當中 民間的力量必須要更大的這種 更強力的去推動這樣的一個案子 那我們剛剛大部分都是集中在 有關於這個私校的董事的行程 可是私校的問題其實非常非常的龐大 除了這個董事的組成之外 你們還有提出什麼樣的一種修法的建議嗎 除了董事之外 我們就是我們目前還比較就是 我們學生就是比較針對董事 那關於其他的面向我們還沒有 因為我們就是比較緊急的組成這個 team 那我們還沒有說比較深刻的討論 特別是所謂的董事 當然還包括董事會的組成 以及整個董事會的這種所謂的會議紀錄上面 他是不是這個所謂的 或者是所謂的財務透明的部分 同學們的意見都是什麼 我們就是要求這個董事會 他包含他的成員名單 會議紀錄還有財務的資訊都應該公開 那現在各大學狀況是怎麼樣呢 就是私校法裡面完全沒有規定說 連董事名單都不用公布 就更不用提說詳細的財務報表 那這些董事會 他每年在花學生 花國家的補助 比如說淡江大學 我們104學年度 董事會就拿了500萬的預算 那世新大學在103學年度 他好像編列預算編到1000萬 那被學生反對之後呢 他好像就降到了也是500萬左右 然而實際上他把其他的開支 藏在其他的預算裡面 那可能這個董事會花的預算 是有真無險 那中原大學104年度 也是900萬 將近1000萬 就是他們花了這麼多錢 結果完全看不到細節 那拿這些錢又是什麼人 比如說我們淡江大學 我們透過一些管道 我們得知我們的 的那個董事會的名單 那比如說他的董事會裡面有 那個亞洲水泥的董事長 李坤岩先生 還有那個慶富造船的創辦人 陳慶南先生 那甚至之前還有國泰釋華的董事長 汪國華先生 雖然他已經過世了 還有國產實業的董事長林嘉正先生 就是這些超級有錢人 他們來到私校當董事會 不但沒有辦法為學生發聲 反而還要拿走我們一大筆錢 排擠我們學生用來辦學 用來受教育的經費 這是非常荒謬的 你剛剛特別談到 有些學校的董事會的預算是500萬 甚至高達到1000萬了 但是我們知道很多時候 董事會他事實上就是來開會 那在有些 有些比較屬於公益的這種 所謂的NGO 或者是一些公益的法人團體當中 事實上董事會的開會 事實上也只有出席費 你知道這些所謂的500萬 或1000萬的這個細節 到底是怎麼去花用的嗎 對就是財務完全不公開 像我們在讀淡江的財務報導的時候 發現他就是說 500萬裡面100萬是行政費 然後400萬是什麼 他沒有寫 是非常非常詭異 就是整個資訊完全不公開 我們根本想監督也無從監督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即使有如中嘉賓委員他所提到的 或者是一個還是一個所謂的企業 或是一個私人的機構 企業內部的財務透明 甚至一種所謂的公開監督 這件事情都是一個民主政治 或者是一個清廉政治裡面 必須要去做到的事情 更何況私立大學 他恐怕不三單是一個私人的機構 對同學來講 私校他可能不是一個私人機構 而且他必須是一個具有公共性的特質 最後我想要請教我們的這個易鴻 就是說 這個私校的公共性的特質是什麼 為什麼你們一直不斷強調 私校他不是一個私人的機構 而是一種公共的機構 公共的組織呢 那像是台灣現在廣設私校 其實他的 為什麼台灣的私校 本來我記得是20幾所 那突然 暴增成到100多所 那其實是跟政府的政策有非常關係 就是1994年的410校改的時候 民間的要求其實是廣設公立大學 他都可以平等的受到高等教育 但是 吳京那時候的吳京教育部長 面對這個壓力 他不願意 他其實他就是要做一個 國家應該做的事情 讓人民都能夠平等的享有教育 但是 他又不願意讓政府出那麼多錢 所以他把這個東西轉嫁到 私人學校變成私人新學 私人辦學 那但是然而就是 但是因為他就是一個政府政策下產生的關係 所以政府現在幾乎沒有任何一所學校 是不拿政府不拿教育部補助的 就算他真的有能耐不拿教育部補助 他還是會接到國家 比如說科技部文化部各種案子 這些私立大學他們的心學 跟一些主要的政策 還是跟著 國家 國家的需求 或是產業的需求 社會產業的需求在走 這就是他公共性的部分 那還有說他的學生未來 畢業之後 也是以國家整個產業的政策的規劃 而投入 投入社會 那其實他就是整個就是跟著國家政策 跟著社會的大方向 他就是私立學校 他很明顯他就具有公共性跟公益性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事實上私立大學這樣一個名稱 恐怕是一個 在名稱上面根本恐怕都覺得是一個錯誤的名稱 因為 在有些國家的概念 會把它叫做共立大學 就是除了公共國家的支持之外 另外一種叫做共立大學 因為從剛剛談論的過程當中 也都很清楚的知道 這些私立大學 不只是要去做公共服務 即使他的經費上面 也絕對不會是私人董事會所提出 除了私人董事會之外 還有包括學生的學費 以及國家在這過程當中的每年的預算的補助 或者是在包括土地取得的這種相關的 低價低稅的這種方式 都是一種很大的這種支柱 所以私立大學 其實我覺得最根本 就應該把它回來 就是共立大學 因為它是公共組成 而即使是一個公共 如果是一個公共組成 剛剛特別談到的董事會的組成 他就應該要去納入包括學生 包括這個教職員在這裡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來賓 來接受我們法文 下次希望有機會 我們再做更多更詳細的討論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振著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